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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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早上郭先生 早上,早上 我們沒有見過兩個星期 前一個星期二就是 大風 上星期二你去做 Sister 經歷了兩個星期之後 今天我們講了很久的話題 終於有結果就是螞蟻集團 今早很多人 就問抽不抽 Lin,我有些 完全沒有投資概念的朋友 甚至昨晚 有不知螞蟻做什麼的朋友 都問抽不抽好 我想認知 這個熱情到幾大呢 其實很多時候 股票市場去到一個 比較熱的環境 買股票的人 其實來說就是 受到市場氣氛感染的 有幾多人知道公司做什麼 更加不要講基本因素 那一刻來說 最比較注重的是 市場的氣氛 和技術上的表現 當全世界的資金 都是一面倒投入的話 能量的爆炸力 是會很厲害的 直至到某一點 去到某一點 或者沒有些因素出來了 令到整個市場的氣氛 開始慢緊了 很不想 很不想知道 是呀 一般的了 走不走才決定 它應該不會一般的吧 這樣說法 你現在這一刻來講 你整個市場看到 過去兩個星期 恆生之一路上升 但是成交金額 都是很偏疏的 不是說代表市場淡 而是說 大部分的資金 金額 撥在螞蟻集團那裏 那如果以往經驗 哇 你一面倒這樣撥在那裏 一會兒 升完就閉加火了 但是這一次情況 真的有點不同 是呀 一會兒解釋給大家聽 先看看螞蟻集團 其實來講 它現在的情況 先 它的入場費四千元 我已經準備了 我剛剛 上個星期二 那些開門利事 那些姊妹利事 完全不用著粗粗賣賣 對於在一起 都有得 給這個入場費 還有這個入場費 竟然是比耐人一手 還要便宜 那我見媒體就說 是不是有意調低這個門檻呢 郭Sir你怎麼看 首先來講 第一件事 我認為大家都要申請 起碼都一手 中不中其實沒什麼所謂 基本上中的機會是很微 很有所謂 又很想中 不是你很想中 但是中的機會是微的 好了 我當你是申請一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每人一手的了 但是不要緊要 因為我們那個 投注的金額 一手都是五十股而已 都是幾千元而已 那可以的 那又開心錢 不行的 那也沒有什麼損失 是不是 所以我鼓勵大家 都是去申請 那至於孖展申請 就要斟著一下了 的息口 現在是拉高了的 但是 即使是這樣 計算數 我當你一百萬 幾十息 都是幾百元的利息 那你還一手 我就當你真的還一手 是 五十股 五十股 歪標為八十元 斷股開出來 怎樣都會九十幾一百的了 那你只是那裡已經 蓋回息口了 就是說 你承擔的風險是很小的 難怪真的這麼多錢投入去 那過去這麼多天呢 就不斷有熱錢流入來 是啊 銀行的結餘已經超過四千億了 是啊 你見金管局不斷放水 是啊 不斷放水了 這麼大塊錢拍來 要做些什麼呢 不會放在你香港銀行的嘛 沒有息的嘛 那也都不會幫你買田買地的嘛 一定是股市的了 是 問題就是 這筆資金 潮著螞蟻集團的IPO 從而是投放到香港這個金融體系 好了 定了 中遠不中全部定了 那些錢是不是會馬上走呢 我看是未必 你來得到的話 你怎麼都踩一圈的了 那就是說後一族的股市 是會有機會發展成為 新一輪的中期的反彈 甚至乎一個中期的升落 那當然之 現在這一刻 現在的動力暫時未見得到 但是 技術上的走勢 一會再講 先講講螞蟻集團 沒錯 繼續講講詳情好不好 郭Sir 可能大家昨晚 就剛剛放了假 有什麼心情的 早點睡吧 那再跟進一下大家 螞蟻集團的有關消息 今天開始招股 去到這個星期五 11月5號就會上市 剛才郭Sir提到 一手就是幾十股 相對於每股的招作價是80元 之後計算一下 入場費大約是四千零四十元左右 剛才提到 媽媽好 息率方面 銀行的感覺好像比勸箱進取 即勸箱都受到拆息影響 剛才看新聞,有一兩間披露出來的大約三厘多,而銀行相對的優惠比較大 他們可能在銀金方面的彈性就大些,但大家都是在網上銀行優惠為主的業務 先看看匯豐,他預留了一千億資金作為螞蟻新股的營救貸款 按照孖展利率,他沒有提到的,但就說極便宜,讓大家做一個預算 而中銀香港也有一個孖展利率,就是新股去年利率0.55 但這個要注意,是手機有網上銀行的營救才能做到 即是都是那一句,那是不是都孖展利率呢? 其實剛才我所說的幾百元,我已經以四利息計數了 當你是一百萬,四利息幾日,其實你的利息支出都是幾百元 如果你是零點幾,利息率更加便宜 問題最大的風險就是,當我用一百萬的孖展金額 當你十萬股,都要八十萬,申請 如果你說,真的中一手那怎麼辦呢? 其實一手回來,股價以八十元的IPO價 端股都會抬到九十幾一百元的了 基本上你利息都扣回 你剛才進取一些的,以前節目之前都說是一百二的 是啊,那不要那麼進取,不要那麼投機 但分分鐘開出來,真的是一百一百二的頭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自己的錢,不做孖展的申請 遇到一個心理,就是中得到就開心 中不到就沒什麼所謂的,那你很輕鬆地面對 但你說,真的要起碼一手的話,那就唯有孖展認購了 那壓度當然是越大,機會就越高了 問題就是,利息如果你真是四厘,我當是四厘,不要去到那麼盡 那其實,我覺得承擔的風險都是很小的 那看看吧,這次公開招股的十六億七千萬股 五十股一手,集資金是一千三百三十六億 那很大機會是凍之王的了 估計到最後可能是凍熱的資金八千到一萬億 不過不要緊,香港有很多錢 不過這幾天呢,因為那些錢去了螞蟻的IPO 變得市場的氣氛就會抹得比較緊 跌就跌不到,但升就升不去,因為沒有成交 那明天… 因為我們看回那個招股長程,H股,即是香港這邊公開發售 那初頭呢,只是佔了H股的發行股數 大約是2.5%左右 如果超額應夠20倍以上,應該都會的了 那就會行使這個超額配股權 那將會佔比增加到一成左右呢? 可以做到一人一手嗎? 最好啦 但是這一次的需求實在太大了 那我也希望能夠一人一手,皆大歡喜 我才說國際配售那邊都已經超額應夠 那你沒辦法的了 值得一提就是,這一次的IPO 阿里巴巴都支持的 H股兩邊都認購22% 沒錯 換句話來說,他自己擁有33%的股份 差不多有50%的股份,是不會出街的了 那即是剩下40%多,就大家去申請了 那無論怎樣都好,明天開始 去到10月30號,中午就折的了 那11月5號就正式開始掛牌 那看回那些數據,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 2018年呢,是虧損183億3千萬的 那是盈轉虧 但當年的毛利率也有52.3% 到2019年呢,就賺回頭了 批轉盈了,賺了241億6千萬 那毛利呢,稍微降低少少 有49.8% 到今年上半年,直至上半年為止計 盈利是有239.1億元 始終來說,增長是很快的 那可能今年和明年就最漂亮了 那有5倍的增長 那毛利率呢,就輕輕上回到58.6% 即是可能呢,那條數鬥到漂亮仔仔 然後才來IPO 那但是,相關的數據呢,大家都要了解 因為呢,在投資的最初階段呢 你那個投放期啊,資金不斷地投放呢 你那年是不會有盈利的嘛 但是好了,當業務慢慢慢慢 那天晚上,那個規轉盈的時間呢 其實呢,那個爆炸點是很厲害的 只不過呢,就是美國呢,就說 有些制裁啊,這樣其實 這些是茶杯裡的風波而已 對於它沒有用,那個業務在美國 業務根本上都不在美國 那你制裁來做什麼呢? 只不過,既然有些事件發生了 那你作為IPO,這麼大型的IPO 那監管當局當然要你澄清 如果就被人制裁,或者這樣 你有什麼風險承擔,你都要講明的嘛 是啊 那你講,循例的教訓表格 對我來說沒有風險的影響啦 因為我們的業務呢,絕大部分都是大中華這樣 那當一些文件的輸送完成完整的時間呢 程序完成完整的時間呢 就正式啟動IPO咯,是不是? 所以看到呢,早前呢 美國制裁的時候呢 只是阿里巴巴都一直咬住300元水平 就是這個原因了 那但是無論螞蟻集團上市 到最後是怎樣的情況呢 最受惠的都是阿里巴巴 那條數很容易計的 我當你阿里巴巴拿著33%的螞蟻集團 那現在螞蟻集團 招股當然知道值多少錢 一天沒招股過呢 那33%的螞蟻集團值多少錢呢? 大家這條數都搞不出來的 好啦,如果你螞蟻集團 估值是1萬億 我當1萬億計算 那你就有338億的非經常性收益 現在2萬多 2萬多億就等到6千億咯 就很簡單而已 668億咯 那這筆數呢 會在下半年度的業績入帳的嘛 那就是說呢 阿里巴巴明年公佈的末期呢 那條數漂亮得爆了燈了 爆了燈的了 那會不會有些特別派送的那些 下回分解 但是只是這個這樣的憧憬呢 已經可以支持到呢 阿里巴巴股價呢 這一陣的聲勢呢 絕對是350、350、350個頭的了 那如果你說就算上到400元 我都不為國的 那從一個慣常的一個情況來看呢 通常去到11月份呢 有個很大的日子 不是螞蟻集團上市 大選 不是,不是大選 那些不關我們事的嘛 是網購啊 啊,這個雙十一 是啊,網購啊 那阿里巴巴啦 京東啊這些 那些都會是 啊,那個時候都會氣氛很熱的嘛 現在說已經做定預手嘛 但是可惜我看那些產品呢 就還未減價的 不知道可能可能不減了 到時啦 那就是說 11月初呢 第一 有螞蟻集團上市 提振 到11月11日呢 有個很大型的網購 那就是換句話來講呢 在11月中旬之前呢 市仍然有機會進一步上市 問題就是有沒有資金 那現在有幾千億來了香港嘛 嗯 剛才我提到的 那些錢來香港可能是申請螞蟻集團 但是 不會說申請不到 立即明天就走的嘛 一定是踩你一轉先啦 是啊 那這一轉呢就很厲害的嘛 因為那個起步點是 24,800,25,000點 你踩你千多點 其實老實講 已經是26,000多了 那就是說 整個市由9月25日的低位 23,124點開始的回升呢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呢 是一個反彈 但是我覺得條件呢 形態呢 是有機會給市 發展成新一輪的中期反彈 甚至乎一個中期的升浪 那要計算時間先啦 那一般來說 所謂的中期的反彈 和普通的反彈呢 很大分別 普通反彈 反彈兩到三個禮拜 三四個禮拜就回頭了 因為始終是反彈完之後 就無以為計 但是這一次不同啊 有雙十一啊 有螞蟻集團啊 有匯聚了幾千億的資金在這裡 是啊 那就是說呢 這個所謂的中期的反彈呢 如果你保守些估計 起碼都六到八個禮拜的了 那就是由9月25日開始計呢 如果六到八個禮拜 就是整個所謂的 不斷向上穩高位的形態呢 會維持到11月中 甚至回到11月的下旬 那就是很簡單說了 10月份是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11月份在下旬之前呢 都仍然有機會 進一步向上攀升 那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去到11月初之後呢 美國總統大選已經陈安落定了 沒錯 拜登啊還是特朗普 我們知道的了 是啊 現在民調呢 就好像呢 就是拜登就先 不信民調啊 每次都不信 但是呢 去到最後都不准的 但是呢 事情呢 就不是看到這樣表現 不過很大機會呢 今次呢 拜登迎面是高些 但是呢 都有黑天鵝事件出來的嘛 好像上一次希拉里和特朗普一樣事件而已嘛 但是呢 賣到尾你就知道誰咯 那無論哪一個 坐上去做這個 總統這個寶藏都好呢 其實呢 當事態一旦明朗的時間呢 要關注的是什麼呢 始終就是經濟和民生 是啊 現在呢 就好像美股昨晚最多跌九百幾點 收視一跌六百幾 就是怕經濟疫情影響 這個沒得怕的了 這個一定要面對的了 因為Day1開始這個疫情出來 你看特朗普說 這個是中國的大陸來的 不關我事 喂 人家呀 有個疫症出了來 全世界都要做風險管理的啦 等同我叫Yumi買隻股票 啊 怎知道你的股票跌了下來 喂 那輸輸仍然都你自己承擔責任的了 你不可以說 郭Sir叫我買的輸多少 不關我事的 就好像他這樣 不行的嘛 死都不止是這樣 不行的嘛 風險越來越大 他有個心態就是說呢 等個疫情呢 慢慢慢慢自動消失 還有呢 等個疫苗出來 等藥出來 但是問題要時間的嘛 可能要三個季度 一年或者年半 那期間的疫情 不會自動消失的嘛 即是他可能呢 就有些那麽多呢 就是 射播 還有現在疫苗相關的消息呢 中途現在又有些意外啦 那這裏都會阻礙了疫苗 會不會在這個timetable裡面呢 會是 即是按期的去推出來嘛 你知不知啦 早前呢他又說了 在11月份總統大選之前 疫苗會出來啦 是啊 但現在呢做不到啦 浪費氣啦 這個他自己說而已嘛 嘴巴就是大 是啊 但是事情就不是這樣的 那如果部分美國人呢 是習慣了 說了就當是真的話呢 那一定是捧著特朗普啦 但是呢 經濟現在去到這樣的環境 一直呢 是制裁中國 一直展開那個貿易戰 那其實他自己都傷得很厲害 有不少的企業呢 都要結業啊 破產啊 失業人數又高企 那如果你說 照著那個經濟面來說呢 政策面是絕對絕對失敗的 那加上疫症的出現 他也都沒辦法去面對 那即是換句話來說呢 這一次的那個選情 和上一次和希拉里呢 是完全是兩個環境 兩個氣候來的 所以去到最後 他可能真的呢 會是連任不了的了 那問題就是 市場現在這一分鐘呢 都是關注著那個 經濟和疫苗這個事件 那如果你的疫苗真的去到入冬啊 或者初春啊 可以面世的 那或者多多少少都可以舒緩到市場不滿的情緒 但有一件事呢 我想短期之內或者中短期改變不了的 就是旅遊業 因為飛機全部停了的嘛 根本上你不可以說很短期 馬上回復一個正常的那個營運的 所以很多航空公司呢 尤其是大型的航空公司呢 如果沒有國家或者是政府去扶持去住資 根本上已經結業了 你不是說一兩個月 你說已經是三個季度了 還有可能未來兩個季度情況還是這樣的 所以某程度上來說呢 你經濟怎麼可能不受損呢 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呢 是靠內部消費去推動的嘛 一年的GDP 你這樣一個環境哪有消費呢 人家各個人家都是窮的了 況且疫症的出來呢 旅客又少了 旅客少了 衍生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你零售業啊 餐飲業啊 酒店業都含爛受損的嘛 即是你實體經濟呢 跟美股不斷上升呢 是完全脫了折的了 沒錯 美股去到二萬八好 二萬九好 或者穿頂好 破頂都好呢 是資金去對齊的 以往股市上升呢 是由基本因素去推動 經濟好了 股市上升 投資氣候好了 直至到需求放慢 供應過成了 股市先由牛市慢慢進入一個熊市 這個周期永遠都在的 但這一節 是情況完全不同的 用傳統智慧是看不到的 經濟面 仍然有一段時期 是比較困難的 如果你沒有大量的注資 QE行動 美股根本上不要說兩萬 萬幾點 就是老老實實 這方面呢 因為經濟也好 美國大選也好 市場氣氛 我比較擔心就是螞蟻木 才回到你的話題 因為它上市是十一月五好 正正在美國大選之後 不知道到時的市況是怎樣 我不知道市場是怎樣去Price in 美國大選 哪個選到的因素 股市上 這當然就是在疫情方面 最近就是繼續發酵下去 另外就是一些 可能突然間黑天外 自己影響市場的氣氛 但是螞蟻可以獨善其身 還是怎樣 因為沒錯 它的資金棉是越來越切熱 剛才我提過了 國際配售那裏 它定價三個小時 英國國際配售 超額認九五倍了 已經剛剛這個初步階段 那可以是到時上市那時 受市場氣氛影響 還是怎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再問個策略 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資金現在全部集中在這裏 這個煙花每一燒就熟了 如果用燒煙花的比例 有時間燒的 你起碼都是有一段時期的 不會太過短的 不過當然知道 假設80元的IPO 一開出來就100元 都有段腦體的 但是開出來120元 買好還是不買好呢 那就很難 因為已經 on top已經50%了 有些會計算 但是你計算還你計算 等於農夫山泉做個比例 21元的IPO 開出來取得上去39元 接近40元 接著就是回落來了 最低見過31元 從那一刻開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最低都是31元 大部分時間 你IPO回來的 你都賺50% 是 任你走的 是 那這些貨呢 就會去了哪裏呢 當然是強者手 那別人摺得30多元的貨 難道就摺完之後 下回20多元 又再給你買過 沒有機會的 那就是說 一輪整固之後 他股價始終會慢慢慢慢推上去 這個就是市場一個慣性的一個情況 應該可以理解到 那個螞蟻集團也都如是 不如這樣開出來 頭一輪 我當你一百到一百一十幾元 那八十元回來 那個我開心 那個懂得走貨 就等你走了 等你回途 在那一刻 再上車呢 就要看回基本面了 看回基本面 他的業務 絕大部分都是內地 是 內地疫情呢 控制得相當好 過去十一那個黃金州 招待的客人 游人 六七億 全世界呢 真是狠狠到口水都流了 但內地呢 根本上 完全呢 旅遊呢 是很刺激的 因為呢 這班人呢 本來 有些呢 是去外地去旅遊 去購物 現在不去外地了 集中在內地 在本土的消費 那你想想 內需的那個板塊 會幾刺激 難怪一些好像青島啤酒啊 好像體育啊 例如好像李玲啊 安達這些 今天都炒賣夢牛那些 內需股市場 涵爛都在高位來的 因為這些錢 全部都在內地去消費 那你有什麼法子 內需市場不熱的 是不是 那等同呢 就螞蟻集團的業務 絕大部分都在內地 那你說外圍的世界 不明也好 怎樣都關它什麼事 才行的 是不是 但反過來講 當去到某個高位 高台肯定有少少範覆的 但是 如果你是短線少少的 你八二元上面的話 IPO上來升到五十個百分比 那就計算了 這些是 沒什麼所謂 但如果你從一個中線角度來講 網偶都是電商 都是大數據的 這些收貨如果可以的話 即是大家沒什麼壓力的話 實性擺上去算數了 有得去擺 看多少就有經濟面子跟我說 好像阿里巴巴 有些百多元買回來 怎樣 要不要走 那你用什麼走 除非你說 顧著錢買了下去 哎呀 身邊完全沒有錢 涵難買了下去 不要了 都是這樣一點 這是無可厚非 但如果你說 一部分的資金 是投放了下去 影響不到你的投資 或者其他方面的資金的需要安排的話 你就有得去擺在那裡 從一個比較中長線的角度來講 好 騰訊阿里巴巴 京東這些 其實就 在未來一段時期 走勢都會優於整個大市的 沒錯 我見Thomas都說 他做一手黨 大家可以留言 究竟抽不抽螞蟻也好 還有抽完做短線和中長線的部署 給我做過 即是不非官方的自己的統計 因為郭Sir 我的策略就是 既然這樣看好中長線的業務發展 之後就雙十一 因為他都關他的事 支付寶 都是用到淘寶 你一定要用到這個支付平台 好了 當他受大市的氣氛影響 一定什麼都好 當回調的時候 即是我的策略就不知對不對 就是我當我一手黨 一手抽回來 再買了不用說了 阿傑想說回調的時候 我再買了 再買了 對的 當然是對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價錢 假設100元樓 就再買了 你有50元 你買多50元 當然不要買50元 起碼買150元 那有什麼所謂 你不是買現在這個價錢 你買明年的業績 後年的業績 沒錯 將來如果是順風順水的 那希望天下太平的 那百五、八六、八七 你不要忘記 我們香港的資金比較理性 內地的A股就理你了 是 一抹兩層上去的 不理你 我的市場在估計 A股 就是螞蟻A股 起碼升一倍以上 起碼 你不要說別的 你就說中心 你就這樣九八一 香港踩到44.8元 是啊 很厲害 十幾元、20元 踩到44.8元 裡面開出來 第一口價95元 你說不是嗎 所以市場有時候 去到一個比較刺激的環境之下 我們不可能用一個 比較傳統的基本面去看 因為很大程度上 後一段是真的投機的 投機也有錢 現在市場沒有錢嗎 幾千億的熱錢放在那裡 是不是 這一股大家一起踩 好了 萬一真的不是這樣 有些少許反覆 好像Yumi所說 真的落一落 不知道落多少 大家都不知道 是啊 我就當你一百元 左筋水平 我八十元又五十 我一百元左筋 我就是一百五十 我打算不問價 一落就馬上 都打算 沒什麼所謂 那就看情況 問題是你投放的鑽馬不大 你五十股一手 你八十元就是四千元 我當你一百元都是六千元 你買一件漂亮的衣服 一頓飯都去了 有什麼大問題呢 我的策略成功的話 我請你下午茶 那我請也可以 大家小心點 因為剛剛收到市場的消息 就說 螞蟻集團據報 可能是計劃提前 結束香港IPO的新舊 本身是星期五的 如果越縮越短的話 市場的刺激程度非常之大 二姑婆就說 現金抽螞蟻 請問入多少才可以抽到 我都想知道 鬼知道嗎 不知道的 真的不知道的 我也想又告訴我 如果能夠中到一手 一人一手當然是開心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 有些困難 因為實在太多了 是啊 還要搞到提前結束IPO 我們有個心態 中到就當然開心 萬一中不到就算了 我申請新股 過去那麼多隻 我就不要做抹展的 我自己都是記支表去的 但是 沒有一次中的 但是我都是辭刑的 不中就算了 之後買回 之後買不買是另一件事 但是 你去申請新股 其實中到的就開心 但是萬一不中 你不是說有什麼損失 你今上完全沒有損失的 因為你夠錢 這個本是可以拿回來的 那如果你說 我真的要 起碼都要有一手的話 那除非你就是 大額都要申請 是 譬如申請十萬股 喂 十萬股 用孖展申請 我就當你剛才我說 當一百萬 一百萬可以申請到十二萬股 就一百萬的錢 以四厘式計數 我當你給六日式 好嗎 你都是幾百元而已 所以問題不大的 是否一定要有一手呢 就 現在這一分鐘 沒有法知估計 Joy Pong 觀眾都說 中不中 都是港彩數 可能 跟六合彩差不多 好了 螞蟻都說到這裏 都用了很大的蝙蝠去說 另外呢 市場今日另一個焦點 就是匯豐 匯豐呢 除了關注他的季跡之外 看看他在派息方面 有沒有著墨太多 因為他對上一份的季跡 都看到說 今年年尾那時可能會提及 派息政策 好了 事前呢 其實英國有幾份的報章 都是有報道指出 英倫銀行 考慮是被銀行 明年恢復派息的 都有先決的條件 始終是經濟差 那起碼他們的資本水平 去到應該是13% 最低的criteria 這樣才讓他們 明年可以有一個牌勢 那看回上一份的季跡 其實匯豐、渣達 都已經在這個水平以上 那即是有機會了 第一 就是 我們要知道 匯豐呢 今年宣佈派第四季度的股息 是 股價除正元 之後呢 就不派 不派不是他沒有得派 不派也不是他沒有能力派 而是說 歐洲當局 即英國那邊 是不讓他派 那這個呢 跟匯豐派不派 是沒有關係的了 那可能那邊呢 也都是覺得 不讓銀行派息 是弊多於來的 即是說 有些金融機構 銀行 如果有能力派發股息的話 應該讓他們派 是 因為這個是市場的一般來講 投資者的憧憬 是啊 好了 技術上 形態上來講呢 匯豐的股價的下跌 由今年大概 六十幾元 跌到下去 二十七個半 其實呢 拿著匯豐的那些 即是 投資者 說真的 是很慘的 因為匯豐是一間 信守承諾的機構 從來未試過 宣布完派息 而是取消不派的 從來未試過的 如果一早有這樣的說法的話呢 沒有人會賣的了 四十幾五十元買匯豐的那個 就是貪你的股息的 好了 這些我不再評論了 第一點 我覺得匯豐呢 是 未來 是會追派 今年 除淨了 沒有派股息 給人家 那些股息 這個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匯豐是一間 信守承諾的機構 大前提就是 它不是沒有錢派 它是 因為有些政策出道 是不讓它派的 第二就是說 未來呢 都會敷術過去的 慣常的派息 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每年的派息 匯豐是四季息 加上是四元一股的 但是未來呢 可能這方面 大家不要抱著太大的憧憬 即是打後的那些 未必能夠派到中 未必派到那麼多 因為你的營商環境轉變了 那麼可能呢 就過半一年了 或者兩元一年了 那你都以現價三十元 計都有五利息 那 匯豐為什麼會在 歐美那邊的業務 捆綁著呢 這個要追溯回歷史了 在九零年初呢 匯豐就因為呢 在香港的發展 已經去到飽和了 那要走出這個 香港這個 這樣的 框框呢 就一定要評購歐洲 和美國的銀行 包括 那個 營務方面呢 滲去 滲入去到歐美啦 那便成為一個 國際銀行啦 那在九零年打後 一路打後呢 那十幾年呢 都是一個蜜月期來的 直至金融海嘯出現 那一分鐘為止 就是每年通過 資產的那個自然增長呢 匯豐的匯豐呢 是相當好的 年年都排息 年年都排息 等同呢 80年到90年呢 去派息都有 但是呢 每一年的業績公佈的時間呢 他都送股的 要不就四送一 要不就五送一 年年送 年年送的 但是股價又不動的 不過你的股價不動而已 但是你的股票 每年都送給你 就等同你的投資回報咯 那直至到90年之後呢 開始四股合一股了 那就變成大價股了 然後呢 一直升到上97年 曾經去到三百多元 說股價太大了 那時候還沒有騰訊的嘛 那就一開三 一開三就到現在了 那就是換句話 基本上是由百多元 跌到現在的二十七個半的 好了這些歷史講完了 問題就是 未來那個銀行的息差呢 是會逐步逐步收窄 因為錢實了太多了 你們今天全一百萬去銀行 銀行的經理呢 未必會請你喝咖啡的 三個月定存多少呢 是0.6厘的而已 還要定存 如果你不是定存的話 可能0.01厘 他都不是那麼喜歡你 因為收到你那一百萬 他要借出去才有錢賺的嘛 銀行又不是沒有錢 大把錢 根本上很多錢都借不出 那就變成了呢 在資金相對比較充裕之下呢 而全世界的利率呢 也都是低到呢 是接近零 好像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 零到0.25厘 那麼 息差收窄之餘呢 金融市場呢 也都不是那麼穩定 那就是說 匯控的收益呢 很難跟說 十年前啊 或者二十年前來相提並論的了 所以未來呢 我想他的派息呢 都會有少少是收定的 那過去每年加加賣賣四季息 就派四元啦 未來可能呢 加加賣賣都是派兩元 或者兩個多元錢 那看看是怎樣啦 但是唯獨是呢 有一點呢 我就比較是 看得正面的 是 匯控呢 應該在明年的那個 末期業績呢 開始符合派息 那至於 這一次的末期業績 公佈完的派息 沒有派到給的股東那些呢 我自己覺得呢 看他會追派回給股東的 會的 好 那見到呢 有關的報道 為什麼會這樣說 那些銀行呢 可能是明年有一個派息呢 根據消息人士就說 剛才我提到的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要求又是不低過13% 那看回他 去到6月那時候 匯豐那個的資本水平 去到15% 而渣打呢 都有去到14.3% 看回股價表現 策略上呢 其實他都OK的 彈了一點點 但彈的都是去到 32個多 之前呢 他銅私開出來的時候 那些股民就說 你再回40-50元才算 但這裏真的要給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覺得呢 起碼上回40元 那你起碼上回40元 你問題有什麼因做 令到他上回40元 剛才作過分析 他會呼號派息的嘛 那經濟 那經濟那些不要說啦 因為經濟一定是困難的了 未來那條路都不是容易走的了 但是始終來講 他不派4元都派回2元嘛 我就當你過半到2元啦 以30多元的匯豐都有成4厘多 5厘息嘛 你只是這一點的話呢 已經支持到匯豐可以作中線的部署 但是我先講清楚 是 匯豐行指成分呢 是佔8.14% 是第三個比較大的成分股 如果匯豐能夠一步一步這樣走上去呢 就算市高台有少少反覆呢 始終都還要拉著高位的了 大家不要忘記 騰訊已經創過新高的了 有幫如果你說 兩地那個關卡如果解封的話 他的新業務增長很厲害 有幫一條氣就扯上去85元樓上 那只是這三個行指成分 騰訊佔10% 有幫佔9.96% 匯豐佔8.14% 我都不說 建行佔6.97% 平保佔5.46% 只是這堆藍酒佔幾十個巴仙 成分比重 你只是看到這樣的環境 作一個理性的分析 指數根本上很難大跌 高台的反覆128點 這個是在所難免 但是呢 太大的幅度下跌 是很難的了 那 有一件事我想提一次 是 今年 最壞的時間是3月19日的21,139 沒錯 大家去想想發生什麼事 第一 中美貿易事件 僵住在這裏 去年的社會事件 很多酒樓食肆都結束了 營商環境轉差 再來個冠狀疫症 這個才殺傷力最大最大 三重穿擊 但是即使是這樣 市場最低都是21,139 第二個低位已經是5月25日的22,519 第三個低位就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9月份的低位 2萬3千 5月25日 是啊 2萬3千1百2十四 那能否發覺到 2萬1千1百3十九 2萬2千5百1十九 2萬3千1百2十四 低位是慢慢慢慢向上下的 只不過還沒有爆炸的意思 那未來除非有一些很壞很壞的事情 令到整個投資環境完全改變了 如果不帶得過冠狀疫症 不帶得過社會事件 不帶得過中美貿易事態的話 其實市場就算不升得 都不能跌 這個很老實說 再說 騰訊佔行指成分10% 阿里巴巴佔5% 小米佔2.59% 這三個加起來佔了17.59% 成分比重 先記住 中行、公行、建行加起來佔12.8% 加起來已經30% 我還未算其他的成分股 包括友邦、評寶、港交所等 換句話來說 如果市場有超過接近50%的成分股 其實衝警不會怎麼跌的 跌不到太多了 那你的指數怎麼下呢 只要個別一兩隻 一創新高已經可以拉著指數上了 所以昨晚美股跌了六百幾點 今天我上班的時候 一會說 哎呀葛瑞啊 在地址 美股昨晚跌九百幾點 最初下跌六百幾點 今天會不會下跌 我說 一二八點就難說 大跌很難的 美國有美國的因素 起碼我們這邊有騰訊很厲害 創新高撐住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你的大數據的股份 包括騰訊、阿里巴巴這些 他的業務 絕大部份在內地 那內地的疫情是監控得好 那你們都要看看這個情況 好像全世界的航空業全部停了 但是內地已經敷衍了七八成 所以很大程度上 基本因素我們都要知道 但是技術上的走勢 已經告訴我們 市場的資金 開始慢慢慢慢滲下滲下 這樣回市了 那至於匯控的話 有的當然是拿了 那你說什麼時候才想四十元 他什麼時候宣布派息 不是三十八、四十元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六十元拿匯控 拿到二十七個半都是這樣拿 那現在才慢慢好一點 還有有機會可以宣布派息 那為什麼不拿下去呢 那反過來 我有夠錢 我買匯控好 還是買阿里巴巴 買騰訊好 那當然是買騰訊和阿里巴巴 這個不用說了 說明是大數據的年代 騰訊有觀眾問 幾位觀眾問 郭Sir 先回答了二姑婆的問題 破了頂的 他說還有兩手在手上怎麼做 繼續拿 你問得很好 繼續拿 我答得也很爽 技術上來說 跌突破了五百七十四元 這個是穿了頂 是 這一層騰訊最低是什麼時候呢 是五百零二元 五百零二元升到上去五百七十四元 每一股升到七十二元 有二十元的調整 有什麼這麼奇怪 相對來說是咬著高台 早前有個高位是五百六十四 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四個頂 有四個頂 現在穿了上去 上面那四個頂 就變成短期的防守性支持 是 穿得頂就不是這麼簡單 你看到這幾棍都是 去到下面都是五四八左右的位置 還有看看 七月 八月 九月 三個月 其間來說 騰訊最低曾經有一天見過四百九十九個四 但絕大部分都在五百元流上 就是不肯跌穿五百元 是啊 你今年的起步點是多少 是三百二十五個二 騰訊的起步點是三百二十五個二 全年的低位 去到五百六十四元之後 無論你怎樣說怎樣跌也好 都仍在五百元左右的水平 現在終於再突破了 換句話來說 技術上 它是處於一個 逐步向上尋頂的格局 那如果你問我 今年看多少 你衝破五百七十四元的 你就算一算 這一陣下來 我就當你五百五十 結了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一量上去五百七十四 就是六百元 好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這次破頂其實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新的消息 就是美國那邊 繼續駁回說不給WeChat 就是上架的因素 所以繼續可以在IOS 和Andra 那裡 就是美國那邊 繼續上架 但我想這個影響性 正面影響性比較低 是否真的好像這位網民Andy所說 衝憬第三季 即是 不如十一月中 好像十一月中 那時候才會公佈 問題就是 這麼快炒定 它 美國無論怎樣制裁 對騰訊 整體的業務 有幾大影響 但是 它不給一些晶片 給華為 華為的手機做不到 它如果制裁 比如說中興通訊 中興通訊 也生產不到它的晶片 那這個影響是大的 但是問題是 騰訊的業務 絕大部分在十四億人的中國 那是 海外都有些人用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給用的話 老老實實 那不是代表騰訊的業務 各方面的發展 就會停了 你不用就是你損失 等於5G 5G你不用 你不就用4G 那都可以 沒問題的 但是問題就是 全世界的經濟 的科技 的交通 的天氣 醫療 所有的東西 都應該銜接上5G 到將來一些發展中國家 就沿用中國的5G 你發達國家 就用4G 那條數很難計的 不是這樣做的 換句話 你不上來 你自己跑輸 所以影響不到騰訊 因為全世界 有一件事就是 科技是不斷向前滾進的 是要你發明的 5G 全世界要跟你 我們中國發明5G 就不可以跟的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你不跟就是你的事 等同疫症出來之後 中國處理得很好 曾經武漢都封過城 那後來疫症慢慢慢慢 過去了 旅遊啊 消費啊 國內需啊 各方面重提了 現在都高度重視的 一有個特別個案 即刻就全面檢測的了 這個就做得好 但是美國 有得理 等你自動消失 那就閉加火了 每天的確診新個案 以幾萬幾萬這樣上 這個純粹就是 就是國家的政策問題 是 是不是 你是這樣 不是等同你對的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呢 影響呢 當然是有了 如果大家坐下 四四六六拆一點去的 那當然是 皆大歡喜 如果不是的話呢 不就有我們走 你要不走 你站在那裡 不要走 那有什麼問題呢 不過騰訊的股價呢 如果真的 有些政策面啊 外圍的因素 阻滯的話呢 他的步伐會稍然慢些的 但是整體還是向上走的 那最大的政策面 應該是內地 會不會有了 像之前這樣監管他的手遊 唉 老實講啊 如果天下太平 什麼事都沒有 就當然監管你了 那現在面對著 外圍這樣的局勢的 那自己當然是 不要做得那麼什麼 你明白 OK 好 有朋友呢 Christine 問三八八 問三八八呢 其實這陣子呢 他去到 那個平台區的中間位置 但是啦 接下來螞蟻就想啦 跟著呢 市傳呢 就是字字跳動 初步討論安排 他旗下抖音 會不會在香港這邊上市九行星 那接下來還有快手等等 那麼多隻 中概股也好 還有其他的新股也好 但是你看他呢 都是咬在高台那裡 那這位朋友 Christine就想問 能否入國 但是他這個位置會不會尷尬了一點呢 嗯 其實呢 就有一點尷尬 因為呢 就怎麼說呢 你短期來說呢 他的股價呢 我相信那個波動不會太大 即使是螞蟻集團上市也好呢 那 在之前的話 大家看到 他跌就跌不多 升就升不多 是啊 因為成交金額疏落 你看看整個九月份 你看整個十月份的成交金額 不要說太月了 就上個禮拜的成交金額 900多億 千億 千多億 就是動力不夠 那上完之後會不會好些呢 當然會好些啦 就是流動性那裡會滾得多些 就是來IPO的嘛 IPO完了之後 那些錢拍在銀行 又沒有息收的 又不知做什麼好 那一定是市況的啦 到譬如成交金 可能1500、1600 1800甚至2000億以上 那當成交金額一大的話呢 那那個 那個 港交所股價的動力就回來了 那可以這麼說 一手100 你不要管啦 先買100 先守著門口 那他的走勢呢 跟騰訊是差不多的 騰訊呢 在7月、8月、9月呢 三個一路在一個高台整库 是啊 最低最低都去到499.4 我就當你500元 他升不上去 但是始終就下不了 直至到後期才突破 那港交所暫時來講呢 去到396元左右 差幾元就400元 過不了 但是無論怎樣回來呢 你看看 350元左右的平台呢 打得很好的 那現在呢 我用一個很傳統的一個分析了 366元 我打算買500股港交所 我先買100元搜門口 買完100元 那明天跌3元怎麼辦呢 跌3元你就跌300元咯 對 很害怕嗎 不用害怕的 你都經常叫我不要把破拿手 唉 算來幹什麼呢 問題是你再不再買 這樣解釋 是啊 我就算當你真的再買 跌2元又再買 買到落350多元才買完 你平均價都是350多元 好啦 理性點去看啦 萬一跌穿350元 我止蝕啦 這樣 你輸了就幾元 幾元相對你500股來講 多少錢呢 千多元 你的風險就是這樣 有幾大問題呢 那我沒有叫你現在 500股一手買了下去 哇 明天跌3元的時間 走好還是不走好 你就心大心小而已 省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是啊 不升就不買 升了就去追 追完之後呢 就望去再升 那這個是人之上乘 但是 股市呢 通常入市呢 有兩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 他未升的時間 我先買定你先 但是要我給點耐性 我收貨是便宜 不過不會馬上升 反過來 你正在升時間 我先去追 今天買我明天就有錢賺 你們喜歡哪一樣東西 自己決定 好 另外有朋友呢 這張很久都沒看過 不過這張很厲害的2688新澳能源 幾棍這樣 哇他呢 八十幾 八十幾 打底之後呢 不停升上來 那唐唐呢 就問 上網幾多 就不知他的買入價幾多 那一個月的高位是92.5毫半 那技術上來說 這個也是暫時的那個上升阻力 但是其實今天已經是突破了 那麼再向上看了 那就不會說一元兩元的了 第一個頂 第二個頂 第三個頂 有三個頂 那麼估計呢 大概是97到98.75 那能不能夠突破98.75 呢 就最關鍵了 因為這個是一年的高位 如果過得到的話呢 那就不用說了 紅底在亡的了 那麼如果你有貨在手的 這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候 能夠在八十元左右 那幾東西這樣抽上來的話呢 是必一定有後續的了 所以有貨的 就繼續拿著先咯 所以不需要做風險管理 就自己決定了 相對一個月的低位 79.45 那防守性很重要 因為早前有個高位 一直下來 是處一個下限的形態的 那麼其實 去到一個禮拜前呢 突然間一枝羊羊 一聲一抽上來 抽穿了十天二十天線 第一 擺脫了續沉底的形態 第二 經過這幾天的上升 已經穿了一個月的高位 那麼形態轉強了 就是轉強了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看圖 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看大環境之外 還要看股份的紀律上的表現 再看成交金額 這兩天的升勢 有些成交金額 有些動力去配合的 有貨在手的 暫時拜拜 好 另外也有朋友問新股的物館 除了大家看螞蟻之外 物館好像最近資金不太遷就 雖則陸續多一些上市 一來就是合景 世貿房 最新也有融創 但是市場好像不是太偏好他們 有朋友就是阿Billy 問世貿服務 合景遊戶這兩隻的定價 相當於預測善量是否屬於低 那對於現在上市的物館股 是不是利淡呢 我們看回合景遊戶 它那個定價呢 7.89 屬於它之前傳的中高區間的範圍 相當於明年的市盈率23.4倍 其實對於現在已經上市的市盈率來說 是低的 那麼要看一件事的就是 第一就是通常 物業管理的相關股份上市的時間 適逢大市的氣候也不太好 市場的解讀很簡單 物業管理公司的現金流很穩定 收到管理費最大的開支 就是屋苑的維修和保安 而且管理費雖然不能加 但是裏面收的管理費 是一次收三個月 一次收半年 一次收一年 而且不到你不加 你沒有飯開你都要加管理費 那就是說 只要沒有公司賣樓賣到達標的話 賣完樓那層樓 那個區位那個屋苑的管理 就交給上市公司去做 那每年的現金流 是不斷地增加的 那這個是最大的賣點 那外面環境幾不好都關它鬼事 那這個是一個支持到股價 早前不斷地受追捧的最主的原因 好了 優點講了 那都要講缺點的了 第一 物業管理的股份呢 一定要看沒有公司 沒有公司賣樓賣得超標的 所有的樓的物業管理 交給上市公司去做的 他的現金流 每年都要正面的增長 但是反過來 沒有公司的 純粹是自己這樣去收購屋苑的 物業管理回來做的話 那你沒有太大的憧憬 這些就不會考慮的了 就是因為他的基本面是好 所以早前在不明的市況當中 資金是高度集中去追捧的 那令到個別的物業管理呢 相對往績來說的市盈率呢 去到四十幾五十 甚至會六十倍的 舉個例子 你好像擠櫃園服務那樣 現在以往績的市盈率都要成六十四倍 我當你今年的業務增長一倍 即是阿媽、賣樓、達標、賣了很多樓 昨晚交給你做 你現金流增長了一倍 你都要三十幾倍的市盈率 不過呢 明年一樣是這麼多 後年一樣是這麼多 那就是說 股價是稍為高了一點 但你要大跌的機會 不是那麼大 因為始終有一定的賣點在這裡 那至於你說 上市的物業管理的公司 實在太多了 新的那些 新的那些 老實說 頭淡湯當然好 美後那些來到的 太多選擇了 是呀 那好像你說 世貿啊 賣樓都相當不錯的 但是 你始終呢 現在的氣候 大家焦點去完螞蟻島 是吧 所以就沒有太大的憧憬了 或者這樣講法 你有夠錢 拿夠錢 買阿里巴巴 買京東 買騰訊 還是買物業管理的股份呢 我都認為 應該是買騰訊 買阿里巴巴 買京東 因為沒辦法 跟紅 一定要跟紅頂白 接著觀眾Lulu 就是問光復股的 9600 信義光能 他就有課 13.8 看回今早 就在12.4 咦在捱价 不過現在是回調 是不是嘗試打平台區呢 其實走勢差的 這個是一個下降三角形態 要留意的就是 由10元左右的起步 其實123456之羊竹 已經升到15.22 創了一個月和一年的高位 相對10元的起步來講 升了50% 當然知道 升的時候 如果早點買一定會吃到浪 但是見到15元多了 回到13元買的話 已經處於一個 升後的消化和整固之中 後續來說 就要看看 現在這個所謂的 12元的防守性 到底行不行 如果12元的防守性 一旦失手的話 意味著股價 很大機會 會放到11元 甚至會留下 如果你說輸贏不太痛的話 我建議先行減磅 不是說一定要全部沽 因為可能明天又上升 但是對好錯好 先沽三分一 或者一半 將資金再買其他的股份 很多時候買股份 我們買回來 當股價由我們買入價 跌了5% 就是說 我們買得不太對 你買對了 就升了2% 買完之後跌5% 就是你買不對 不是公司有問題 而是技術上 處於一個下行形態 等於31元買匯控的那個 未必對 因為跌到27.5元 反過來32元買那個 是對的 因為升上33元 你看它的時段 這一分鐘 如果拿貨少的 就自己決定 12元的技術上的支持很重要 跌穿了 是會繼續向下市低位 以往績來說 市盈率是40倍 我覺得有少少升快了 是啊 今天也在回調2.3% 看看他的朋友福萊特 也在回調少少少的跌幅 1.1% 另外有朋友問 比亞迪 哇 137.4 今早做139元 什麼價位可以入 FUMAN 沒得便宜的 這個就難搞了 為什麼呢 他一手不是100元 是500元 一手就要600元多 買1000元就要13萬 沒有價格 變成你要買的話 就唯有就是 130多元 如果真的現在這個價錢要買 就現在這個價錢買了 是啊 短期來說 暫時的阻力147元 始終走勢 是處於一個上升通道之中 我用肉眼看 由75元 左近開步到現在 這條上升軌走得很好 是啊 上面的阻力位 再拉一條升軌上去 這條叫做上升通道 如果你相對 九月份的低位 75元 已經升了一倍的了 是難下手的了 真是難的 因為升了這麼多了 一旦有回途 那怎麼辦呢 那況且近期來說 有一點就看到了 會不會跟10天線 捆綁在一起的 那一旦有一點點沽壓 就很容易 進一步試一試 那條20天線 20天線在125元 那如果你現在這個價錢買的話 拿10%的風險 來做一個 紀律上的止蝕 跌穿125元 就止蝕算數 因為這個120元 也是早前一個紀律上的低位 如果再跌穿 當然不是那麼好 反過來 暫時的阻力是147元 即是向上網有10元 現在暫時來說 如果萬一不對版 要捱一捱 就有12元的價錢 值不值波 就你自己決定了 但是未來 如果生能源汽車 真的再受追捧的話 始終都是被壓定 好 還有一些時間 看看其他車股比較多的消息 包括長城氣息 和華臣中國 先看長城公佈了業績 今早上列口低開城超過8% 現在可以出一支揚竹 為何呢 先看看他頭三季的盈利 按年跌了1% 但單屆第三季的話 其實就是純利按年增長到差不多3% 是否之前已經炒過了 現在有個金枝組 有個明顯的見光 但後來有些行刊 回到他 那現在兜回來 上來呢 累積的升幅太大了 如果由7月份到現在 差不多一倍了 就算說早前的低位上來 升的幅度都已經不小了 話多話少 一個月的低位是9.02 去到14.03 你不計算數 一個月升了50% 是的 他的汽車銷程是好的 但是股價行得太快了 那你變了高位 你肯定要消化的 你想想 不要說9元 10元 11元買那個 現在懂得計數的 他有錢賺的 一路升當然不理 一回頭 米利也是計數先 況且股價呢 一個開步之後 都是很好 直到早日 是觸及十篇 甚至跌穿到十篇線 那就亮起了 技術上調整的警號 嗯 那有些呢 比較中短線的投資者 就拿這個signal 來做一個參考 不理你 一跌穿十天線 我就計數 或者沽一半先 那這個其實 某程度上來講 是應該這樣做的 因為一個月的低位 9.02到14.03 升了50% 但是基本面是好的 所以大家不要預期會跌得太多 估計呢 就第四季 和明年一二季的消程 都會是良例的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買的 分階段慢慢買 沒有問題 唯一要講的就是 它升了那麼多 之後呢 你要包容一下 9元上14元很快 但是你12元再上18元 就不是這麼快的了 是 我見那些行業都上調了它的目標 包括債交銀國際 又原本的9.5元 上調到16.5元 而大和都去到15元 上調到那個target price 15元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 另外談到華晨中國全母公司財困 因為它出了公告 就說 今個月23日到旗國北的10億人民幣債券 都未能夠對付這個債務危機 率先由汽車這個版塊出來 郭Sir 嗯 那其實呢 裏面的公司債呢 就 真是很困難 是 那10億美金 是嗎 是啊 10億人民幣 10億人民幣 都不是說很大 但是對它來說就不小了 用行大地 人仔 那你跟3333恆大比 是很小而已 恆大說8千多億 9千億 整萬億 那些10億算了什麼 但是 希望它能夠搞得定 不過 如果你公司有個債務的問題的話呢 在投資市場來說呢 就比較敏感了 封且 去那個 華臣 那個寶馬呢 應該是明年 是 後年是交易的了 即是賣回給 寶馬 德國寶馬公司 那 收到那塊錢 其實就不小的 所以我不覺得呢 這次的 那個財困呢 對它來說 會有很大的打擊 即是收到那筆錢 是解決債務上的問題 即是之前憧憬過半派特色的嘛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 短期的債務問題呢 我想它會解決得到的 不是這麼大件事的 不過內閣 你市場是比較敏感的嘛 你一出現這樣的情況的 老實說 我買汽車股的 我買比亞迪啦 是啊 我買汽車股 我買長城啦 慢慢買啦 吉利都可以的嘛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買一間有財困的問題呢 那公司呢 是不是 所以 持有者呢 暫時來說呢 只有不夠 就是持營保財啦 但是要買的 我想暫時來說 應該是更加好的選擇 哇 跌風現在有超過半成 好像沒有完幾年前呢 跟蹤一下 今早早傻了的股份 因為我見有觀眾呢 就說700傻了 是的 哇 已經 搞不定了 4% 我升到 583.5% 今早早曾經去過 588.5%的位置 另外一隻傻的呢 就是 匯豐 一會兒就會出 跪跡的啦 暫時升幅呢 3.2% 擴大到33.2% 附近的位置 為什麼升不好呢 為什麼叫傻呢 傻了 升到傻了 升到傻了 對 升到傻了 9.88 那就297.8 簡單一句 回答Yoyo的問題 現在可不可以進去 很簡單的答 哪隻 9.88 買 先買100 現在買是不是 當然現在買 你不理好丑 就先買一手手門口 近期有個低位288.14 跌穿288.14元 你指示就算數了 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話 你現在不買的話 日後螞蟻集聯上市 他扯一層上去 三百多元的時間 就眼光光 後悔 螞蟻做得越好 最受惠的就是阿里巴巴 買 好 多謝郭Sir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明早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